妙麗開禮拜 謝浮宏飽啦 謝浮宏舉辦造勢晚會 擠進大批支持者 台下人山人海高舉國旗喊動算 場面相當惹鬧 妙麗需要正安 正直 閃亮 清白的現場 齊心守住妙麗的藍間 除了地方上早接敗票舉辦晚會 藍營大咖還拍影片幫忙拉抬聲勢 這一招四哭看到效果 因為在TVBS公布最新苗栗縣長支持度民調 謝浮宏超車宋國鼎以14%位居第三 但中東景還是以27%持續領先 徐定征五個百分點 各方的民調我們都會作為參考的依據 不過還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鬆懈 因為對手一定會持續用各種手段 但我絕對不會退縮 雖然持續領先 但中東景說不能大意 必須持續努力 進一部分析在40歲到49歲之間 有將近三成的選民支持許定征 中東景則是在50歲以上支持比率較高 因此領先許定征 佔有優勢 苗栗撒卡都之戰會不會藍天變綠地 關鍵在藍軍是否分裂 但中東景和謝浮宏繼續緊抓支持者 徐定征是否能脫穎而出 三強混戰恐怕變數還很多 進去的中文報導 進去的中文報導